祈求祢們大平安 平安 我們一起來禱告 親愛的父神 在清晨我們要來十二寶座前 尋求祢的話語 期待通過祢的話語 說我們從心得力 除去一切不得祢心意的祢 讓我們專注的聆聽祢的話語 用心裡面整神敬拜 這樣禱告不是奉靠主族的祢 Amen 我們來看這段禮拜 一起來念這段禮拜 人心比萬物都偽造 壞到此處誰能施救呢 為什麼我一開始就講這篇歌 我一直都不知道人心有多壞 然後人心多壞會容易犯罪 那我這一週就中華電信打電話來 到我家來告知說 我有一支電話 余爾43726還沒有付款 請到中華電信去繳費 我說是買一支電話 我什麼時候欠這個錢那麼多了這樣子 他就說一支很奇怪的電話 我就知道那什麼電話 我說這不是我的電話 絕對不是我的電話 一定是我的名字被盜用的 所以我要報警 所以馬上我就打165這樣子 當時我真的是以為有人冒用我的名字 然後呢 欠了這麼多錢 四萬多塊 所以他要誤賴我 然後叫我買單 就是他用我的名字去弄 然後幫我買單 所以我非常生氣 我就快點打電話去報警 165這樣子 結果接了165之後呢 那我就以為對方就是警方了 所以就開始以為全部後面對話 全部都是警方 然後全部 警方就把所有的個資 全部都互完了 然後我銀行有多少家 然後存款余爾多少錢 他後面講一句說 怎麼每一個余爾都是千元 就是每一本故事都沒有錢那樣子 他就覺得有點傻眼那樣子 我說還有一筆三十幾萬 我說那他說什麼時候 我說可是現在還在在途中 因為啊 孰回來還沒有 因為我要繳一筆那個什麼 保費那樣子 所以我要繳一筆錢 我說喔還有那筆這樣子 所以呢 我就覺得咦 怎麼聽到這一筆 他就比較感覺這樣子 我心裡面就覺得 已經怪怪的這樣子 但是 各自都已經被騙完了 這樣子 好 那不管怎樣 他後來都沒有問到說 我的存款帳號多少 然後那個密碼多少 還好都會問這些 然後是像銀行辦案這樣子 一樣要辦下來這樣子 所以我全部都真的很信任 你知道我又很好騙 很信任 很信任 就以為他就是警方 所以呢 他說什麼就做什麼這樣子 所以把所有的銀行 全部都來告訴他 我有幾本這樣子 好 那我要說這件事情就是說 你看 有人的人心就是這麼壞 人心這個是壞到極點 為什麼你看 這是正經之後 不是我說的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 所以壞到極處 誰能夠失通呢 你看 你看我還跟他講我念三個措施 因為他那個什麼 調查我的那個身家身分 所以我想說好像很正常 你知道 我就以為我是打到警方去啦 所以沒辦法 他們還兩個 還兩個這樣子 反正就是覺得說 哎呀我怎麼是這麼笨啊 我那時候就覺得 我怎麼這麼笨啊 好這樣子 那曝光了之後 我覺得這件事情 實在是有點不可思議 而且我也覺得我自己 解決心很差 然後呢 我怎麼那麼容易相信別人 而且在思考 為什麼有人 為了金錢 他可以用各種不同的 不好的手段 然後去詐騙 他們用這樣很高科技 而且功能技巧非常高超 很高超的功能技巧 讓你完全都沒有辦法設法 所以為什麼這些人 他不好用上帝給他的恩賜 然後去服務別人 他去用很多卑劣的那個行為 然後來傷害這種 烏辱的老百姓 我覺得我是烏辱的 那這樣的人 他每天能夠好好睡覺嗎 能夠安眠嗎 然後他要附上多少的那種 彼此內在的一些衝突跟代價 這樣的人的心靈 他會睡得好嗎 心靈會安嗎 我常常想這些人 那這些人的心靈又富足嗎 即使財務讓他得著了 可是呢 被在裡面會快樂嗎 我想應該不會快樂吧 而且應該他常常擔心 因為他常常詐騙人家 一定常常擔心怎樣 會抓到 我想這個他危險性很高了 所以這樣的人可以活得快樂嗎 我常常在想這樣的人怎麼辦 那我很正確說 我明明知道 其實我已經被詐騙過好多次了 但是我從來沒有一次被詐騙成功 這一次成功 不要講 真的喔 你三十幾萬不見了 沒有啦 我是說 私料外泄成功 他沒有騙到我的錢 還好沒有財富損失 我現在擔心的是說 他冒充我的離意再去做壞事 繼續做壞事 我比較擔心 那所以告訴大家 如果有人冒用我的離子 跟你借錢 絕對不是我借的 OK 如果我借 我會親自告訴你 我要借 你要聽到我的聲音 而且是我本人才可以借他 要不然不能借 OK 你要記得練自己 因為我不會去人家借錢 很重要 我連我哥都沒有借 還會跟你借嗎 對啊 所以不用擔心 那其實聖誕節都快到了 其實我想到說 這些罪犯真的是需要耶穌 我期待他們真的是被法律制裁 但是我更需要的是說 如果他們能夠遇見主耶穌的話 他的生命才能夠被翻轉 他才可以改變 要不然這些人 完全是活在罪中 完全活在罪中 那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 今天我們要講一個 有關罪人的故事 那也跟罪有關 所以我們來想一下 在猶太人裡面 他是怎麼去看待罪人 這件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什麼是罪人 來 我們來看看 猶太人對罪人的一個定義 其實這樣定義的 他有兩種定義 第一個定義是什麼 犯上道德上的這個禍犯 那第二種定義是什麼 不守文士的律法 這種就是說 他們有規定的法律 猶太人有違憶的法律 只要你不要遵守他的法律的話 那個他就是犯罪的這樣子 那譬如說 作奸犯科 跟吃豬肉 因為當時是 猶太人他們是不吃什麼 就是說 有一種就是 如果是豬肉是怎麼樣 就那個怎麼叫 歸斯蘭 伊斯蘭 伊斯蘭教 對他們也是有這種禁忌 就是什麼 用什麼法律 他們規定什麼 如果你們要跟那個規定 來做 安裝的律法來守 那就是怎樣 犯罪這樣子 那偷就是偷拿槍跟磨砂 跟那些沒有按照律法去洗手的人 因為他們如果要吃東西的時候 要寫捷徑 所以一定要洗手 你看好像做那麼壞的事情 跟洗手 這麼一件小事 你看他相等的 是不是都一樣犯罪 這個也是犯罪 所以這個都是就是 那我們今天來看到就是說 馬太 就是說這些朋友當中 他們一定有 我們等一下要講到 很多的朋友 那這個人 他當中就是有很多人 他就是按照這個 法律的規定來行使 所以他們也都被稱為是罪人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一個場景 是在加百合 我們來看看加百合 在 欸 加百合 等一下 欸 奇怪 這趕快 欸 稀句好像又流掉了 欸 奇怪 這趕快 欸 你們的順句好像又流掉了 欸 佳白龍是在加利利海的上方 那大概就是以色列最北方的地方 那下方 我們說上次我們講過 中間是上馬利亞對不對 然後下面是誰 就是猶太 下方是猶太 南方就是猶大 南猶大然後北以色列 所以這個佳白龍是在加利海的 加利海邊的上方的地方 加利省那邊 那這個城 這個城是 是耶穌傳道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就在那個附近在傳道 那你的漁業很發達 很發達 而且他是十分的 怎樣 這裡 看一下 有點危險 這裡也沒有 很奇怪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那個 剛剛放錯位置 那這個城裡面呢 他 也就是說他們人口很多 都是聚集在那個地方 那是一個很富裕的那個地方 那個城市是很富裕的 而且他是在加利海很多人的地方 而且羅馬的兵都在裡面的地方 那這個城市非常安定 而且他這個城市是各個地方的人 都會來到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城呢 他有希臘跟羅馬文化 受他們影響很大 那我們今天要來談的這個聖經 剛好是在馬可福音在二章 這提到這個罪犯 那這個罪犯是誰 他是 他幾乎沒有說他到底犯了什麼罪 他沒有講這個部分 但是他確定是一位罪犯 而且呢 他已經變成是一個貪子 就是拜喀安 他沒有辦法行走 而且他生命就像那個什麼行事走路一樣 他沒有盼望 然後他就聽說義書會異病趕鬼 而且到加百人來 哇 他就非常的高興 所以他就感情 就是有四位朋友 他的好朋友 然後就幫他抬到這個耶穌 講到的那個家裡去 那貪子心裡面產生非常大的那種盼望 就很興奮說 哇 他要加相信耶穌能夠醫治他 因為他已經受盡那個病痛的折磨很久了 那有一個這樣很長的時間 那信了一個這個好的機會 那個耶穌要來到這個地方 哇他非常的興奮 所以他就想說我一定要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所以他知道說耶穌能夠醫病 然後各樣的病他都可以 但是問題來了 這個巴勒斯坦的人 他們生活都是很公開的 那每一個家的人 你看他們早上 他們就會把門打開 我們來看看這個東西 這個 我先來看一下 譬如說像這個門都是開著的 就是門戶大開 那大開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就是 他們沒有像我們現在這樣 每一個人都把門都關緊緊的 他們那時候不是這樣 是大家都很有安全 不怕別人去搶他們的 所以他們都門戶大開 讓大家都可以進來他們家 所以隨便都可以闖門闖去 你去我家我去他家都可以 他們那時候是這樣子 那除非說他們有私事要辦的話 要外出他們才會把門關上 不然他們都是平常都很公開的 所以你可以公開邀請別人到他家裡來 那比較卑微的人 他們屋子沒有設前廳 通常一個前廳 然後後面是自己的穿桌那一類 可是他們這個都沒有設 比較貧窮的大概就是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他門口一打開就是大街 就是大街了 所以現在耶穌彈的屋子 就是在那個屋子的場景裡面 是這樣的情況 那群眾大家都是用到那個門口 然後堵到堵擠滿的就是都是擠滿的 這樣子 那群眾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擠到水線不同嘛 所以可是因為他是那個攀子 所以他沒有辦法擠進去啊 因為那個門口全部擠滿的人 沒辦法 他就要推推推 他沒有辦法靠近 所以他就想了一個房子 想了一個方法 那我們乾脆他就按照這個樓梯 我們來看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 用這個樓梯他要上去 哇上去 結果問題是說 那這上去怎麼辦 這房子是 屋頂是這樣 蓋平的 他不是蓋尖的 是平的 那怎麼垂下去 怎麼進去啊 他要怎麼進去這個房子裡面 怎麼進去 他屋頂是用什麼東西做的 你們知道嗎 怎麼樣猜 茅草 茅草 好有人說茅草 好還有沒有 木頭 木頭 欸 玩笑喔 還有沒有 石頭 石頭 石頭可能比較難一點 石頭要敲怎麼敲 可能那時候敲到來 耶穌都走了 有可能 好 然後呢 這個巴勒斯坦這個房子 我剛剛想說他們是平的對不對 其實他們原來這個做這個品的 原來是要做乘糧用的 或是坐立的用的 那他們通上屋頂這個部分 就是用階梯上去 那他們屋頂是用這個木樑 木樑 然後呢 每隔三尺左右 就用 譬如說這是一個牆壁 這個也是牆壁 然後 我現在假設 我現在用這個給你看 假設 這個是牆壁 這個是牆壁 然後他三尺 三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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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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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個三尺 他就用木樑 然後呢 木樑跟木樑中間 他是用什麼 用那個灰米 灰米跟木材 下去 裹 就是 它就要把它泡杯 所以 它就是用木材跟灰米 把它蓋平的這樣子 所以上面他是用那個 那有一些 蓋久了之後 就會長出那個什麼 雜草出來 所以其實 要鬆開要敲 其實是很簡單 如果要把這個屋頂弄掉 其實是簡單的 而且它是三尺三尺三尺 所以整個屋頂上 就用灰米把它填平 所以 要 到時候如果說 有這種狀況 我們來看這個狀況 大概就比較知道了 好 我們看到 有沒有看到上方 有沒有 上方有沒有木樑 有沒有看到這個木樑 OK 他就從那個地方 然後用 他有一個褲子 然後就把它 垂下來 那些人就把它弄垂下來 這樣 有種類似被單的東西 就讓它垂下來 所以我們就看到 像那個褲子 就是這樣的一個樣式 好 那 他們把它挖完之後 垂下來之後 耶穌就體會到什麼 耶穌這些人 他們的什麼 信心 對不對 那麼的難喔 就是 到底有多難 這樣子 要這樣做 他其實就是不害怕 那些擁擠 他們不害怕 他們就是要見耶穌 而且他們就是要醫治 所以他心裡面就說 我要 我要有信心 然後把 我對耶穌有信心 我相信耶穌可以醫治我 那那個迫切 那個懇切的靈 在他裡面 所以他就是強的 就是要去 然後他就是這樣垂下來之後 耶穌就看到這個 攤子的信心 還有這些 四個朋友的信心 他說 所以耶穌見到他們有這樣的信心 他們 所以這個他們是指哪些人 四個朋友 四個朋友 還有誰 還有攤子 我們這五個人 他們這樣 他們都有這個信心 所以就跟他講說 你的罪 那小子啊 你的罪怎樣 色的 所以耶穌有什麼 色罪的權力 所以從這裡就知道說 哇 耶穌說你的罪色的 所以表示這個人是什麼 是不是罪人 對啊 是罪人 那耶穌因為 耶穌沒有因為他是罪人 就沒有理他 耶穌看見是他的信心 所以他相信主能夠醫治他 所以耶穌先設他的罪 然後再怎樣 再依他的病 那這個就是聖誕節 我們現在認識聖誕節 耶穌降生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做什麼 來 耶穌降生主要目的就是做什麼 救恩 救恩 就是為了拯救你是罪人 我們都是罪人 不是剛剛醫罪人 我們也是罪人 我們也是罪人 那我們剛剛講過嘛 剛剛說 猶太人的律法裡面有兩種 那種都是罪人 道德上的罪 一種是不守法律的罪 是猶太人認的 不過我們自己也是有很多這樣的類似的這種問題 所以呢 耶穌呢 他就是要怎樣 耶穌的名字 這個名字就是我們要在萬人當中 從百姓當中 從罪人當中怎樣拯救出來 從罪的當中拯救出來 這是耶穌的一個定義 定義是這樣定義的 所以耶穌呢愛罪人 而且他要罪人要先怎樣 第一個就是他要本身有信心 要相信耶穌能夠醫治 那你有沒有發現 像我們遇到問題比較困難的時候 假設是你 你遇到問題比較困難的時候 你覺得你對耶穌有一信心嗎 有 有些人就會翻信案 可以醫治我嗎 這個病很難醫 可以醫我嗎 那事實上要不要醫其實都是主權在誰 那他要不要讓你完全好 還是後來你沒有好 離開了 神的意思 神的意思 也是神的意思 都不是我的意思 但是我們可以跟他求 那這裡講到說 你只要用信心求 這點是要信心求 所以耶穌對他 他最主要就是 他是一個 只要你有相信 我願意為你 然後除去你的罪 然後又願意幫助你能夠怎樣 得到醫治 這個是貪治 所以貪治有這樣的情況 他的罪就射人 然後你得到醫治 那他不僅是看到說 這個上帝 醫治肉體極力的能力 他要看到他能夠射罪 而且醫治人的靈魂這部分 耶穌看到這個人 他說除了需要健康的身體 你需要健康的靈魂 但是這個文士呢 就是這些法利賽人 這些人 他們對耶穌的行為怎樣 他們總是開始都 辭了很多反對跟批評評論 他們心裡就開始議論 然後說 怎麼這樣啊 這耶穌都自稱為自己是神啊 怎麼可以這樣 只要你自稱自己是神 那自己是神的話 那你有耶穌的神性 假設你有這樣子 獨自這樣認為自己是這樣 那你就是什麼 說了一個什麼 什麼話 他剛剛說什麼 賤旺 是不是 那個叫什麼 淺旺還是賤旺 啊 啊 淺旺 好 我用淺我找不到淺 奇怪 那到底是什麼 賤旺 賤旺對不對 好 那應該是賤旺 那他就說他說賤旺 可是他不知道說 其實耶穌真的就是神啊 所以他覺得他自己是神 他沒有覺得他說錯 他真的是有意志跟賤旺的全能 那 所以耶穌要去用他的行動 來證實他的言語 所以耶穌就告訴大家說 你到底是賤旺比較容易呢 還是要使賤旺行走 都很難耶 如果不是神 大概都很困難對不對 問題是耶穌都做到 那他是不是神 是啊 他是神啊 那 要說的就是說 很多時候我們 就是說 如果你不是神 你要讓一個攤子能夠起來行走 我想是有困難的 因為我們不是神 所以我們沒辦法 所以他在講到說 耶穌對人的愛 其實馬上就是有行動力的 一般來講我們說話 我們要做什麼時候說話都很容易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行動 來支持我們 其實很多話都是沒有意義的 我們說 自己愛神又愛人 但是如果沒有實際顯出那個行動的愛 那我們說的話就落空了 所以你怎麼樣藉著你的行動 來說明明你自己 支持你自己想要愛神愛人的這個行動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馬太的背景 那馬太 現在就遇到了另外一個 這個我們就不用看了 這個都是耶穌依子 那個他會有過程的一個故事 就是我剛剛講過 我就不再講了 就是色罪跟依子 我這裡有個經文 請大家來看一下好不好 對來 我的心啊 你要稱頌耶和華 不可忘記他一切的恩惠 他涉免你而見對待 醫治一切的疾病 詩貼一百零三篇二到三千 這也是有講到說怎樣 他有醫治一切的疾病有沒有 的權定 這也是有說到 那 這個 這個 好這個剛剛 好我們來看看 剛剛我在說那個 加利利海的那個部分 他上面就是加百王 這是我剛剛講的 好 我沒有掉好位子 這個 這個上面最重要的就是加百王的地方 所以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商業地區 這個我就不用再講了 那 現在就是說 這個馬太這個地方 我們來看看這個稅利 現在這個 這個人 你看看這個 耶穌經過這個地方 看見亞樂會的兒子 那個稅利 在那個稅關那邊 那他就對他說 你跟從我來吧 你跟從我來吧 這個人就是誰 利未 那利未是什麼樣的人 我們來看一下利未 利未他是一個 他說他是誰 亞樂非的兒子對不對 但是這個利未他是一個稅利 那他 他的名字其實還有一個 就是也是叫做馬太 所以利未跟馬太其實是同樣一個人 所以他也是十二使徒中的這個馬太 那馬太本來就是一個猶太人 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你跟從我來 他說他就起來跟從耶穌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耶穌就是耶穌他常常做的一些事情這樣子的 好 這個是法利在人 他都遵循很多的法律 但是呢 耶穌所 所愛的人 所靠近的人 通常都是 真 身罪的這些誰 罪人 罪利 倉妓 這些人 那這些人看起來都是比較低屬的 比較低屬的人 那 法利塞人都認為自己是比較高等的 那上帝呢 確實愛這些人 好 那法利塞人都很遵從這些宗教信仰 就是宗教文士都是很遵教律法的部分 那都是比較高尚 但是呢 我們來看看 這是有恩典的 神愛每一個人 不僅是法利塞人 連罪人 稅立 蒼氣 他都愛 他全部都是有恩典 所以能夠到神那裡去 所以這也是救恩的記號 就是說 我們人如果我們有 願意 神是 因為我們有罪 但是呢 神都願意還在靠近我們 不管我們的階層有多 多賴 但是神還是按照每一個需要來給我們 那我們再看這一個 這個稅立 我先說一下那個馬太 馬太這個人 他是一個 我們來再看這個部分 這個 我們再看來看這個 這個稅立 他是一個猶太人 然後他是受羅馬政府委託 做那個地方的稅 他是一個稅官 他是負責 像那個士林 就是跟路過的這些經商 他們那個地方 他經商都要路過那邊 所以他就路邊裡面就開始收稅 那稅官可以在收取稅款的時候 再索取佣金 那這個佣金 他們大多數都會用 爛收佣金來增加自己的收入 所以多賺了好多錢 然後這些人呢 稅立就會被猶太人認為說 他們都是貪污的稅立 所以他們都讀詐金錢 所以他們又支持羅馬政府 所以他們最討厭的就是這些稅立 所以法利塞人都根本不喜歡他們 很不喜歡 那 那耶穌跟耶穌說 來你來跟從我 有沒有 你來跟從我 他的錢就跟從耶穌 你看喔 一個人喔 他家財萬貫 那突然間他要把這個 他如果繼續在這個位置做的話 這個角色他在扮演這個角色 那是不是他還在繼續賺他的錢 而且他可以繼續一直有錢 錢一直不斷的進來 到他的私庫裡面去 但是呢 他要跟耶穌就怎樣 會怎樣 會怎樣 錢就 會喔 可能以後就變窮了喔 就是沒有再收不進來 因為他跟著耶穌走 所以呢 馬他也是選擇什麼 他要選擇耶穌 然後他就跟著耶穌 跟著耶穌走 那真的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那我要問大家喔 如果耶穌說 我要呼召你 你要不要來跟從我 然後你要來跟從我 你要捨棄你而來擁有的 這樣你會嗎 你要不要 蛤 你要不要 不要 不要 真的現實對不對 很容易就 所以你看喔 當耶穌要呼召這個馬太的時候 或是說立位的時候 那馬太就放棄他很豐富的這個財富 職業他的職業他要放棄 那馬上就跟隨耶穌 那神呼召你去喔 我不知道我們有辦法像馬太一樣 這樣子 放棄所有一切 跟著耶穌走 那其實要跟著耶穌 要付上代價 就是要犧牲很多事情 所以你會遇到很多困難 你會遇到很多節省 那我們 我們是不是能夠像馬太那樣子 可以把這些攔阻 都能夠去除 把你覺得可以割捨這些東西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像耶穌一樣 也跟罪人在一起 馬太經常欺負百姓對不對 而且他跟他一起吃 耶穌跟他一起吃飯 那請問喔 我是一個很珠貴的人 那我跟罪人一起吃飯 那猶太人會怎麼看呢 看耶穌 來猶太人會怎麼看 就看不起對不對 那你就跟那個罪人在一起 哇 這個 所以他對耶穌就覺得說 很不喜歡 很不喜歡 他對耶穌這樣喜歡就很討厭 那而且很損害這個耶穌的名譽 但是呢 耶穌去尋找人 他去改變 他知道耶穌的心情可以改變任何人 我們就不用害怕 去接觸那些活在罪中的人 那些人就很重要 神要我們去跟那些有罪的人在一起 但是法利塞人編倒 法利塞人是怎樣 拒絕跟罪人來往 而且他們內心充滿恐懼 他很怕 他跟罪人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怎樣 他們就會被感染成為罪犯 成為被侵蝕的人 所以法利塞人 他關心是自己表面上的聖結 他對於幫助別人 常常批評 但是也不會鼓勵別人 表面上很尊重 但是沒有實際上的幫助 所以神關心所有人 包括有罪還有受傷的人 那基督就是 耶穌要我們效保耶穌的這樣的行為 那假設我們有遇到那些罪人 或者是貧窮 或者是孤單的人 神要我們去跟這些人做朋友 那我們不能夠只關心那個 我們看為可愛的 好的良善的那些人 很好的我們才願意靠近那 耶穌說沒有 他靠近的都是那些 有問題的狀況的人 耶穌特別是對他們有負擔 那所以他才會講到說 康健的人怎樣 用得著醫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著 我來本不是要招藝人 乃是要招罪人 那所以耶穌也是 在我們罪人的時候 耶穌就接納我們 所以今天很重要的信息 是在講這一塊 這個我等一下 好 就在講在這一部分 這個是很重要 我們今天很大的信息 就是第一個 今天我們要讓我們知道說 我們所認識的這位神 他本身具有神性 他是上帝的兒子 耶穌基督 然後他有拯救世人 而且他能夠怎樣 涉罪 這個涉罪的權力 他還有能夠醫治的權力 所以如果有狀況 真的是需要神來醫治 幫助 身心靈得到幫助這樣子 那如果你身心靈 沒辦法得到幫助 很多時候是第一個 有可能自己信心不夠造成的 有可能是時候會到 有可能是神沒有允許 神就是有他的想法要做事 所以主權都在於神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神要我們成為罪人的朋友 用行動的愛去愛那些罪人 這是第二個很重要的 然後第三個呢 神要我們怎樣 跟隨他就願意要捨擠 然後要付出代價 要犧牲自己 然後成全對方 與罪人做朋友 或是貧窮或有需要 或軟弱的人做朋友 然後第四個呢 我們要對耶穌有全然的信心 信心很重要 如果你對神有信心 很多時候神就成就你 就像這個攤子 他對神有信心 神就成就醫師他 而且是為他赦罪一樣 那最後呢 我要你背這個經文一下好不好 來 康見的人用不著醫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著 我來本不是張藝人 乃是張罪人 這個是一個今天很重要的訊息 那把這個 其他會忘記沒關係 這個一定要記得 那我們一起來禱告 敬愛天父 謝謝你如此的愛我們 當我們不完全 常常用自己勞我 生活在罪中的時候 你仍然不厭其反 接納我們的軟弱 幫助我們對你更有信心 遠於學習像你一樣 接納那些軟弱及不完全的人 用愛付出行動力 願意舍己跟隨力 這樣祷告是奉靠絕術的名求 阿恩 這首歌我們很熟 我們好起來 然後唱這首歌 《愛我很好》 順晚 allí 請問是小器ceed 倒棄衝 瞎眼睛的看見 好大恩典 使我輕微 使我心的安慰 主信之時 寂寞的回 真是何等寶貴 我們寫的禱告 居書我們是何等的寶貴 因為我們有你 有你真好 因為所有的愛 你都願意在我們身上付出 你願意為我們舍己 你願意為我擺上 居書我們願意學習像你一樣 我們也希望我們像太子一樣 有那樣的全然的信心 來到你面前 相信你是一個有色罪 有意志權力的神 讓我們全然這樣的相信你 讓我們成為一個神你所愛的兒女 然後我們的生活我們的行為 都能夠跟隨主耶穌的腳踪行 我們能夠捨棄我們 自己所擁有的 願意付出這些代價 但是重要就是我們願意來跟隨你 就像那個馬太一樣 這事都是我們要學習的 不管是攤子或者是馬太 都有我們學習的功課 願意與我們同在 願意與我們眾弟兄姐妹同在 讓我們生命當中 因為有禮 我們就更能好 這樣祷告 都是奉告的主耶穌的禮 Amen